于观影中穿行 品人生之百味 你好 我是秦岸 您的私人电影导游 今天我们来讲个傻子的故事 小魔传 说 降龙罗汉 又叫金童 可玉女 这天因为谈恋爱 导致成熟的仙桃 落地无法实用 王母大怒之下 把两人喝下忘情水 然后将二人贬下凡间 让两人摆世不得在一起 轮到玉女喝水的时候 她却将水打翻 就这样下界 希望能带着记忆 寻找到金童 而玉女 虽然记着金童 可金童却对玉女 一点印象都没有 这让玉女只能守着回忆 跟金童擦肩而过了99次 这一世又被王母夺走了 对金童样貌的记忆 让她想不起金童的样子 玉女虽然没有放弃 但对看不到尽头的爱情 已经很绝望了 她把希望都压在一台高科技上 希望通过她 能找到自己的金童 而金童这一世 成为了一个疯疯癫癫的和尚 天生神力 可以降妖风魔 两个师父给她剃度了99次都失败了 只因为她的头发太硬 她无奈地给各个菩萨下跪 但很明显人家都不接受 当问到观音时 观音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让她不是很明白 金童和玉女这一世 在一次降妖中结缘 但两人并没有认出对方 反而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 之后玉女因为高科技最后一步 需要独眼巨人的眼睛 于是来讨伐巨人 刚好金童也来到这里要降妖 最后两人联手搞定了巨人 拿到了眼球 一星人就这样来到了玉女的家中 机器终于制作完成 然后回放了他们之间的过去 还指出了这一世金童的下落 金童看着那些画面 终于想起以往的记忆 两人相拥而弃 只是一条很多年前 金童打赢过的一条独龙前来复仇 一眼不合和金童打了起来 不知道来干嘛的谢依林 也死在了便宜特效之下 金童不敌独龙 被独龙用便宜特效举高高 以此威胁玉女吃下金残 然后指使玉女去勾引皇上 为什么他不派马仔去勾引皇上呢 因为皇上有王霸之气护体 妖魔鬼怪都无法近身 而王霸之气不会被小仙女出发 战败后的金童 因为之前救过独龙的女儿小蛇 所以被小蛇背下千年蛇胆包恩 可活下来的他因为法力全是很沮丧 郭音这时候说 天庭愿意对你网开一面 亲爱独龙扰乱超纲 你只要集齐恶人的眼泪 贱人的尊严 情人的一口气 就可以恢复法力制裁恶龙 他找到之前帮助过的一个贱人 这个人为了生存 竟然帮自己的老婆拉皮条 刚好恶人带着兄弟来找他麻烦 金童重伤还未恢复 因此几人全都遭到了毒打 混乱之中 贱人的老婆发生了意外 贱人愤怒之下把恶人打倒在地 金童就这样恢复了三分之一 可贱人因为老婆惨死 自己也随后自尽 恶人目睹他们的惨状 因此流下了眼泪 恢复了三分之二的金童 也不管地上还有两具没凉透的尸体 还有一对刚失去父母的孩子 欣喜若狂的带着好兄弟福虎去找玉玉 另一边 即将得手的玉玉 却直接反水 独龙大怒之下 打算直接对皇帝出手 香龙福虎及时赶到 但几人联手还是打不过独龙 福虎冲穿去一个黑骨掏心 结果掏了独龙两片肾出来 玉女此时因为金蚕发作已经不行了 临死之前亲了金童一口 情人的一口气表现满足 金童恢复了全部功力 然后用了一招多重影分身之术 跟独龙打了起来 他先是让分身组成一条密集恐惧之龙 但是假龙还是没能打赢真龙 然后他用乐高金木之术 组成了一个密集恐惧症之打击人 将独龙一痛暴打 最后一拳垂暴 就这样独龙福虎和玉女都死了 观音之首出来说 这都是他们的命 让金童不要伤心 他带来一个好消息 说天平决定让他回去当降龙罗汉 金童则表示 要留在人间造福人类 这真是一句糟糕的台词 观音把玉女的残魂变成一只小鸟 永远陪着金童 从此世间多了一个激功 明天至此结束 看完后 我不禁陷入了反思 是什么原因让王金不留于力地 在烂片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他招搬了周星驰主演的激功一线设定 然后干了一出 取习糟粕 取习精华的可笑事 剧情里充满bug 台词人设尴尬的不行 不慌不好笑 还把编剧导演匮乏的想法力 暴露得一览无余 全片没有一点逻辑性可言 那早期的电影在我印象中全是欢笑 并不是这样的尴尬和槽点 港片导演进去内地 不是没有成功的先例 显然王金不是其中的那个 希望他能早日摆脱烂片之王的称谓吧 欢迎把你的看法留在我们下方的评论区 我是秦岚 真心求一波观众转发 我们下次见 拜